整體在疫苗的談判 我們是 整個我們都很早在談 那 幾個時間點 大概跟 BNT 我們跟德國BNT談 我們大概從去年的8日20號就跟BNT在談 那中間也來來去去 當然中間有其他的 要代理的廠商也有來談 那都沒有成功 那是在 1月11號 我們有跟BNT 展開一個視訊的會議來談 那整體就是就這裡面 相關的技術性的 資料 相關的可能 因為那時候都還沒有 所謂的一個 一個緊急的授權 對於相關的這些內容有效性 那也要 增加很多的意見 然後一直談到最後 最後 最後就是 我可以講就是說在十二月 在十二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就雙方的 合約做最後的確認 然後在十二月31日 BNT公司就提供一個 合約的最終的版本 那我們這邊也在1月6號在報行政院 報行政院合定同意來購買 那所以我們就用電子郵件回復本署 與簽署之合約的掃描檔 這個是我們在1月6號的時候 其實已經就從八月 八月二十號起 一直進行 中間有一些代理商 相關問題 可是 如果真的更密切的大家在contact 應該是從十一月十一號起 那到 1月6號 我們把合約的掃描檔 就送回BNT 那這個是雙方 已經都確認的 的一個最終版本 那我們也報行政院同意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合約 以電子檔的方式掃描 簽署了之後送回 BNT 那在這裡面 在1月7號 我們雙方對於說 對外揭露的事情 合約裡面有相關的一些限制 所以這張對這些有關 將來在新聞 披露上面 雙方大家互相的一個要求 是什麼 做一個交換的意見 那我們也提供了 我們的一個新聞稿 然後在1月8號 我們已經 依照BNT建議調整的新聞稿 並提供新聞稿 中英文草案內容 那BNT也回覆我們說 對本署的新聞稿 沒意見 所以在這 那時候 我們本來就要宣告 這個合約已經成了 就要進行了 可是在同樣的 在1月8號 在5個 鐘頭 4個多鐘頭之後 BNT突然就來喊 就來一個檔 就說 強烈建議本署調整中文版新聞稿 自我國2日 那我們也立刻因他們的要求 在不到1千的時間 我們就調整了新聞稿的內容 自我國為臺灣 那但是呢 從那個時間起 那BNT就開始 就等於就是說 他要持續就新聞稿討論 然後1月15號就回覆我們 因 重新評估全球疫苗供應量及調整 時程 那簽約時間將延後數週 那接下來事情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就透了去的 我只是還原教育前 我這個合約在談 不是那麼的快的 那雙方都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意見的 存在 那我們常常那時候 大家也記得就是說 我從那個 從這個時間點之後 我就 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我不再就這種 簽訂合約的時候 跟大家做報告 我要確定他能夠進來的時候 我才會 跟大家做報告 那這個是很清楚 我們已經把合約都 已經都敲好了 都已經講好了 那最後為了一點點的問題 或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感受到 以雙方在談裡面 就這 合約已經確定了 不是 不是因為合約內的問題 或是合約外的 問題 所以這個這樣也跟大家報告 所以我只是說 那我們對這簽訂裡面當然有它的 困難 可是大家看到這個時程 事實上 縱使在沒有什麼干擾情況下 在簽訂一個 合約是一個蠻多的 需要一個時程的 那現在大家很熱心 要幫忙的地方很多 那可是如果要進行相關的時程 事實上 是需要一個時間的 那要的人就趕快來 不過我只是說 以現在來的時候 整個大家談好 其實臺灣那時候的疫苗的供應就已經 相當充分了 我們接下來還有我們其他的疫苗 還會再進來 所以要 要幫忙的時候 第一個要思考一下這個可信性 然後是一個有效 然後BNT疫苗來 當然就要重新再分配相關的 冷鏈 所以要進口的也要先把冷鏈的規劃 也要先提出來 那目前我們整體在運送配送裡面 未來的量 昨天跟大家講 量也是越來越多 那基於的量我們大概也有三千萬 加上一些開口合約 所以未來怎麼樣好好的 應該現在來想 就是說 當然這些量雖然進來的慢 可是它畢竟它要來了 那怎麼樣好好規劃 讓這些疫苗有效率的 那能夠很快的把它施打完 那建構一個免疫力 可能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